航母编队 一片小浪花起航的 一 二 今天军武林距离 我们就走进大连舰艇学院 来看一看这里的学员们 是如何开始自己走向大海的征途的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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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六点 随着一声哨响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学员们 开始了自己新训的第一天 他们就是大连舰艇学院 今年刚入学的新学员 按照要求 每一届新学员的训练任务 都要从野外助训开始 在这片训练场 他们要褪去自己的青涩 完成人生很多的第一次 我旁边的这些帐篷 就是由刚入学的学员们搭起来的 这也是我们在驻地 常见的一种野外帐篷 这个感觉搭得还挺结实的 那我们可以进到里面来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 学员们整理的内物 还是很整齐的 这个被子都是 按照这个标准的豆腐块 叠起来的 那学员们在来到这个野外助地之后呢 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亲手搭建自己的营房 同时呢 在这里他们也会从 穿戴装具 整理内物开始 迈出自己从学生青年 到军旅生涯的第一步 如果说营区生活 是一首娓娓动听的交响乐 那么野外助训的生活 就是一部疾风咒语的奏鸣曲 野外助训的第一天 教员刚教会学员 怎样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 紧接着 他们军旅生涯的第一个挑战 就要开始了 在山地行军时 两路纵队 变一路纵队 分别是 一班 一班 三班 四班 一直到 十一班 出 现在我就要跟随学员们 一起进行他们的第一课 野外行军 我们要爬上这座 两百多米高的山 因为完全是野外的环境 所以教员给了我一个工具 就是这个 工兵产 教员我这个工具 是来做什么的 工兵产 是我们在野外行军当中 必备的工具之一 它的主要的使用的目的 是开钩 掘土 构建 工事 拾取 杂物 开路用 都可以用到它 在生活做饭的时间 除了劈柴以外 还可以用来煎东西吃 煎鸡蛋 工兵产 它是高碳钢的 主要的用途 就是这几种 有了这把工兵产 不仅是获得了 工事挖掘的工具 还相当于装备了 一把铲子 一柄斧头 和一个锯子 这样多功能的神器 对于第一次参加行军任务的学员们来说 再合适不过了 现在呢我们走个大概有一半的路程了 班长我们现在还有多久 快了 快了 我们突然开始冲锋了 现在应该是已经 快到山顶了 所以战士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冲锋 大部队行进的速度很快 教员告诉我 之所以把第一节课选在这里 除了因为这里山路陡峭 能最大程度的磨练学员之外 还有一个隐藏的小福利 要送给新学员们 这里就是教员为新学员们准备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山顶 一望无际的大海尽收眼底 对于这些未来将投身于海军事业的学员们来说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大海 现在心情很愉悦 然后也是第一次看到海 很震撼 第一次看到海啊 您是来自哪儿的 我是来自甘肃兰州的 你们都是来自哪儿的呀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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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感觉大海怎么样 很美 很美 很舒容 你望无际 看不到边 不过在这间海警大教室里 我们的教员是不会忘了给大家 现场补充点专业知识的 对于即将开始的军旅生涯 学员们会经历很多的魔力或成长 但今天这一课一定会让他们非常难忘 野外助训是每一名新兵入伍的必修课目 但是今天这样的课堂可以说是海味十足 野外中国训练是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 是在新学入学入阶段必修的课目 那么我们作为海军学员 在野外行政训练课目 是按照海军的特点和特色 让新学来以后 极了解咱们路上的训练课目 又了解海上的训练课目 所以在通过直观的感觉 看大海 看陆地 对他们形成一个比较有感性的认识 感性认识 光看还是不够的 只有到大海里去跟他搏斗一番 你才能体会他的力量 他的广阔 这一点教员们也早就想到了 大长同志 三百训练前准备完毕 应到十四人 十到十四人 听识识 按计划进行 是 左一路 登顶 现在我们即将登上的 就是一艘山板 探长是完全没有动力的 要依靠我们十二名 讲手和一名舵手的协同配合来 向前划行 这也是海军学员们 第一次和大海的一个亲密接触 叫做讲鸣 戏场的叫做讲干 前面扁平的叫做讲液 这是由四个部分组成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四个部分 拿奖的顺序 是从挺手到挺尾的顺序 两旋同时进行的 当听到拿奖的口令时 我的内选手 郑恶卧饼 外选手小臂拖起讲饼 后一名协助前一名 将奖移入悬外 放进讲门 讲饼顶住讲门 当听到一的口令时 讲液入水二分之一 利用腿的登力 以腰为支点 直臂向后拉脚 好 一 四一二 讲液划过讲门 讲液出水静止不动 讲液水面的高度还是90度 听到二的口令时回讲 回讲注意 回讲时讲液不得拍打水面 讲液的高度不得超于挺圆 回到原来准备带滑的姿势 好 二 教员说了这么多 我记住的也就一个动作 那就是滑水 但无论如何 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去感受一下 大海的博大 海浪的汹涌 一 立脚 现在呢我们的舵手给出了一个立奖的口令 那这个呢也是山板的一个移性的动作 相当于我们的舰艇出航之前要鸣汽笛 以表示我们要出发了 相比广阔的大海 我们的山板显得如此渺小 小到屏幕里都看不到我的位置了 不过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找到所有奖里 方向和节奏 跟大家都不太一样的 那就是我的奖 以我的体能 要保持跟大家一样的速度和角度 简直太难了 一 二 二 一 一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山板小队 已经划出了有五百米的距离了 一 一 我们这个划这个山板 还是要非常吃力的 因为我这个奖有十五公斤的重量 尤其是这个奖米的位置 其实是非常重的 因为这个奖米这儿必须要有一点重量 才能保证这个奖不划到水里 二 二 二 一 一 这个划这个奖板 非常考验这个腰部的力量 二 而事实上 虽然大家看到 船上的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学员 但当他们第一次参加山板的课程时 他们和我感受到的困难是一样的 是第一次进行这个山板课目的训练吧 对 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山板训练任务 感觉怎么样呢 感觉有点累 主要是还是在训练过程当中吧 就核心力量包括体能都是有需有要求的 然后主要体现在哪个方面就是腿腰 还有胳膊这些地方都是发酸发胀 三板呢是12个人一起去操作的东西 而不像那个一些别的专业课是一个人熟机应备就可以了 这个还是需要团队配合的 主要呢还是在当讲时候的每个人员的这个整体化一 因为这是学员必须建的课目 必须掌握的技能也是 锻炼学员热爱海洋热爱海军的情潮 是连对我们学员的团队协助和指挥能力 所以从这一刻开始 学员们要做的已经不只是感受大海 而是要培养自己搏击风浪 剑指申蓝的能力了 这也是他们来到大连舰艇学院需要完成的转变 从一名学生经过层层历练 成为共和国海上常见的执舰人 这所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化的海军军校 反映这个我们这个当时建国啊 就是向海独强 要迫切地迅速地结束 我们中国有海无防的百年的屈辱 到现在已经走了七十多年的光辉历程了 培养了五万多名海军军官 所以走出了三百多名将军 被誉为中国海军军官的摇篮 从这样一所院校毕业的学员 未来他们的身后往往是一艘战舰 甚至是一支舰艇编队 因此他们要掌握的知识技能可以用海量来形容 他们要通晓战舰上各个站位的工作 才能在严酷的海上战场上指挥若定 我们注重紧盯部队的需求 强化毕业班次学员 组织领导 带兵打仗 谋略 筹划 等认知能力培养 让我们的学员下到部队以后 都能够快速适应岗位需求 让部队信得过 顶得上 打得赢 这里要进行的 是舰艇损害管制岗位的训练 这是当舰艇出现战损等紧急情况下时 跟水与火的正面斗争 保持舰艇战斗力的重要技能 现在学员们正在穿上防护服 准备一起应对一场模拟的舰艇火情 在这里呢 我们模拟的是一个船舱内油管 破滤起火的一个情况 现在呢 我要跟学员们一起进入这个 灭火现场 进行灭火了 现在呢 我们的学员正在于进行一个 水管展开的工作 今天呢 我在这个任务当中 担任的是这个 一号水枪手 检查一下这个 是不是已经固定好了 要有胸口 然后呢 调一下水花 先把水花调到最大 调到最大是吧 对 调到最大水花 然后拿稳 拿稳啊 公路消耗站 准备完之后呢 躺开阀 好 开阀 然后我就可以进去了 是吧 对 然后呢 才会开阀 等开阀的时候 主要不定中呢 升级水花 直到最大之后呢 慢慢重复完上 好了 好了 当猛烈的水花 从我手里的水管 喷出来的时候 我几乎有点站不住 我并没有太理解 教员说 要把水花开到最大 有什么用 只是闷着头照做 但当我进入船舱 看到一人多高的火焰时 我才体会到 这水花是抵挡火焰的 一面盾牌 赶紧 持人后 接着 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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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追到 啊 啊 这种水太大了 这个火怎么灭不掉啊 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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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手里拿的是一把水枪 但是它的后座力 可比一把步枪要大多了 面对越烧越高的火势 我已经完全慌了手脚 一步也不敢向前 只能把水枪还给学员 这水枪现在非常地大 我现在已经 能让我到二号的这水枪 手帮我来进去灭过 我们一车火铁已经灭掉了 还有两车火铁 我们这个环境 往往的是现场的内部 是一个完全密封的环境 所以在这样的火炙的情况下 它的温度非常高 大家在这个水系 完全是一个高温高湿的情况 现在我们火就灭掉了 好不容易走出了火场 教员告诉我 火半天灭不了 是因为刚才那水花 我用错了 正常的话 在接近火源之前 我们要把水花开到最大 做好黄雾 这样的话火就不会烧过来 而是可以冷却一下 这样的话 等接近火源之后 再调整合适的水花开度 再根据技术要求来灭 而且刚才因为你 提力不支 要换来的时候呢 二号手 扶住你的 和你换的时候呢 你应该先把水花开到最大 要不然的话水压比较大 很难进行完整交接 会比较危险 我们这属于常规化训练 我们对技术要求是越熟越越好 所以的话就是对学员的要求就是 在尽量短的时间内 尽量多的训练品质 达到我们尽量高的要求 应对完了火情 现在就要对付水了 毕竟在战场上 这两种情况 也往往是叠加出现的 这里呢 模拟的就是 舰艇内部空调机的舱 那这里呢 就是一个被炮弹击伤后的 一个破口 那海水呢 会通过这个破口涌进来 那因为我们模拟的是 这个水下四米的深度 那这个深度呢 也是一般的驱逐舰 舱底部漏水所要承受的一个水压 那这个四米的这个压力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相当于五个成年人的重量 那一会儿呢 我会跟学员们 利用这些工具 把这个破口堵住 那这个呢 也是咱们海军学员们的 一门必修课 非常考验学员们的协同能力 我们要继续抗它破口楼 开着堵入 水下堵入不只是让水停止流入这么简单 由于强大水压的存在 我们还要想办法让堵入的口 能够经得住这样的压力 而使用的最好就是像这样 在舰艇上可以找到的器材 正当我们觉得堵漏完成 可以安全撤离的时候 教员给我们把水压提高了 刚刚完成的堵漏装置 瞬间被冲垮了 一般舰艇的维修情况 分为战时维修和战后维修 而损管人员 基本都是战时损管 也就是舰艇一边在战斗 一边遭到攻击损坏时 损管人员去维修 为了更贴近实战 教员在我们即将完成 二次堵漏的时候 再次提升了训练难度 现在呢 这个角度凑了 就是我们的二次堵就冲出了 现在旁边有一个 下的这个 暂时我们的电缝 现在又开始往外 渗水了 现在呢 我们的学生叫 出汤 我们这两名学员 都是一种说这个电缝 我们可以从旁边 倒上 就这样 两名学员用自己的身体 死死挡住水流 如果是真实的战场上 这就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为战友争取逃生的时间 也是为战舰夺取生存 和继续战斗的机会 感觉这个科目怎么样 感觉这个科目怎么样 这个科目我们也是刚开始 学习这个科目 难度是一定有的 但是为了我们未来坚持的战斗 已经是上生活 我们也一定会将这些困难所克服 然后去学习好这个科目 应用在以后的作战中 那刚才用身体挡住这个裂缝 是科目当中要求的吗 用身体挡住这个裂缝 确实是科目当中要求的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想要资源去做的 因为我们为战友的器材 去挣得时间 就是让他们用更多的战斗力 去进行之后的战斗 有血性 有担当 在危机来临之时 沉着应对 是舰情指挥员的 基本素质之一 而在未来高技术战争的条件下 熟练使用先进的武器装备 更是学员们走出校园之前 就要具备的重要能力 正在被缓缓吊起 放入海中的是一艘无人艇 这可是近年来 海战技术发展的前沿装备 现在学员们在校期间 就有机会亲手操作 这样的先进装备 不过您可千万别以为 这就是个遥控船 它的本事可大着呢 这就是无人艇 叫做USV 无人艇是我们海军 非常常见的一类无人装备 无人艇在海面上航行 它通常会搭载探测设备 探测设备在无人艇航行 过程中会对海底目标 进行一个探测 那么我们这门课程 就是要求学员操控无人艇 使用它上面的探测设备 来发现教员在课堂上课之前 布设在海里的水下目标 我们现在已经是将这个危险目标 布设到了我们眼前的这边海区 通常我们判断一个目标 是不是一个危险目标 一般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判断 一个是看它的回波强度 第二个要看它的外部形状 再有要测量它的尸寸大小 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 这也是圣纳图像遍避时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三个环节 那我能不能找一下 这一片海域现在有没有 可以试一下 我现在找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波 这个吧 这个感觉很亮 好 回波是很强的 我们来核对一下这个目标 是不是我们预先布设了 好 动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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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动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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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 核对一个目标位置是 四栋三三 拐四钩 一两栋 五八 三栋六 动辆 动辆 位置偏差 超过一百米 位置偏差太大了 这个不是 是吧 这个为什么不是 尽管回波比较强 但是它的形状特征是不符的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目标 我们还要看它的一个形状 依然要看它的形状 那咱们学员一般要学多长时间 他才能掌握这个技能 是这样的 我们这门课程是我们专业的高级课程 它是属于作战指挥类课程 那一个学员在学习作战指挥的课程呢 之前他要先学习原理背景课 学习完原理背景课以后呢 再要学习武器装备课 就是他要把原理背景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的组成性能参数 统统都掌握了以后呢 他才能够来学习这个作战使用课 还是要积累一定的经验 是的 我们以前专业在教学过程中呢 最常见的那种方式 就是在教室里 教员在黑板上讲 学员在下面听 我们现在把无人体 这个运到了海上 把教室搬到了海边 让学员有这种身临其境 接近这个大海 接近战场的这样一种感觉 能够很好的吸引学员的注意力 也仍然能够让学员感受到 这个海洋环境真实的条件 是一个什么样子 就等于是把战场搬进了教室 让学员能够更好的贴近战场 从战场上学习知识 70多年前 人民海军的开拓者们 把战场作为课堂 在战斗中学习战斗 让海上大门洞开的屈辱 变成历史 今天 对于这些未来人民海军的指挥员们来说 课堂就是他们的战场 他们学习战斗技能 更在培育战斗精神 也开启了他们直舰大洋 守护海江的深深向往 我们要保护这边南海 我们要保护这边南海 觉得很向往 感觉很光荣 想到这些海权是祖国的 就非常幸福 1015南长舰 是我们05的首舰 而且是我们的 人民海军的最先进的舰艇 未来我希望将来分配 能分配到05居住舰上 而正是这样一个个小梦想 小期待 在这座有着70年历史的校园里 不断汇聚 不断淬炼 不断磨砺 铸就了引领人民海军 迈向深岸的强大力量 因为18大以来 我们感觉我们学校的发展 紧跟部队前进的步伐 为战抓教 为战育人贴得更紧 努力把学院全面练成 世界一流海军院校 有声音乐 靠岁 尽快乐 无论 在哪个大量 ある长派 你讨厌 在哪个大量 出国 客人 这个手